你們會賠償嗎 漫步走進法庭低調不願回應 涉嫌撞死清大博士生林仲環的胡佳瑞 去年七月才被判刑 十八年 民事部分遭家屬求償 一千四百五十四萬 父親陪同出庭面對法官卻擺爛 胡婦甚至囂張回應 反正也付不出來 死者家屬痛批 毫無回憶 105年6月24號 清大林姓博士生綠燈走斑馬縣 一輛藍色轎車闖紅燈迴轉 將他撞飛拖行70公尺 慘死街頭 照射後還將死者筆電燒毀 但胡佳瑞道案卻狡辯 當時頭腦不清楚 不知道有撞死人 不僅談判被動 事後只認賠醫療費一千七百零四元 及喪葬費六十一萬 臨父臨母精神撫慰金 一度降到八百萬 胡佛卻表示金額太高 計算太籠統 在法院還詭異偷笑 因為我們林舅擺在醫院那邊 他帶人去幫他攝影 博士生家屬痛失高財生兒子 傷心欲絕 肇事胡佳瑞雙手一攤 能拖就拖就是不賠 囂張行進 不只讓國家痛失殷財 被害家屬最後更可能拿不到一毛賠償 記者 陳家好 李玉涵 台北報導